9月武汉买房,总价100万左右在大汉口如何选房 我们整理了所有在售楼盘的面积,价格以及优缺点介绍 9月份买房,建议大家尽量要选择地铁出行方便 同时附近有学校配套的楼盘 我们重点看一下东西湖,以及黄皮区的盘龙城 首先,总价100万以内,我们看一下东西湖的凌空港板块 其中可以选的楼盘有,新城陶里郡,金地样时代,中铁江宇城以及江越兰园 同时,不建议选的楼盘有,创为汉华世家,天赐金龙城,德信时光之臣以及宝利时光年 视频最后,所有楼盘的优缺点都有总结,可以关注并私信我 接着,总价在100万左右的楼盘,我们可以看一下凌空港板块的连发蒲玉府 国风上官,净水兰院,东元印未来,华润24城,以及靠近吴家山的卧龙万城府 同时,不建议选的楼盘有中南云城,以及金银湖板块的汉口道6号 同样,视频最后也有每个楼盘的优缺点介绍 接着,总价在120万左右的楼盘,我们可以看一下吴家山板块的金辉世界城 以及江越云柱,不建议选的是中铁岳湖郡 其总价远远超过100万总价,性价比不是很高 总价100万左右,除了东西湖区之外,另外盘龙城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可以看一下,总价在100万以内,我们可以看一下天会龙城,昆河云海城,以及靠近宋家港的华发月秀月府 不建议选的是山海关,城头封山府,以及城头大桥龙城 假如总价控制在100万到120万,可以看一下盘龙正荣府和蓝江公园里 另外,地大玉景城二期和盘龙湾梅院基本上卖完了,剩下的楼层并不好 其他楼盘不建议选择,另外,总价100万左右想靠近三环主城区,可选的楼盘并不多 其中,金银潭的地铁云上城,最近降到了1万1左右,但是配套比较差,不建议选择 而靠近三环的长青花园板块,以及金银湖板块,楼盘单价都在1万5以上 综上大概介绍了100万左右,在大汉口如何选房 具体每个楼盘详细资料,以及优缺点介绍,可以关注并私信我 最后,武汉勇哥选房,专注做好一件事,为您选好房